女生選擇職業 不需要受傳統想法規範 需要的是走出自己的路 而選擇工程界是自豪的事 是心之所向 香港都自豪價值的小宇宙 大家好 我是 Tiffany Tiff哥 我入行六年了 現在在地盤裏面做環境工程師 除了做工程師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思考和興趣 我覺得女生是不需要規範在職業裏面 我平時喜歡擦髮花 拍照 其實平時也是一個KOL 喜歡在IG或Facebook 喜歡分享自己 有關運動、時裝和相關的事 大家好 我是Lana 我入行六年了 我是一位助理管理 平時我負責為卡人提供BIM的意見 以及要執行BIM有關的規範 同時我的職責是負責管理 以及協調Crash 以及負責BIM日常的運作 大家好 我是Stella 入行了大約八年 就是一個工料測量師 其實因為開始我讀書的成績不太好 我對做工程這件事 我的信心不太大 所以我一開始就先去做市場 也是幫一間類似有關於工程的公司去做市場 但做一做一做覺得好像不太適合我自己 一些比較辦公室的工作 比較安靜的環境 我覺得整件事很有壓力 然後在機緣巧合之下 有一個舊的同學就說 不如你過來地盤做吧 然後就進入了 原來不太好看成績而已 哈哈哈哈 其實因為回地盤 很多時候都不會說怎樣看你成績 最重要是溝通方法 你的性格 你夠不夠認真去對待你的工作 我想很多工作都是這樣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然後就入了行做工程 其實不是入行的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 已經猶豫自己 為何會讀了這一課 哈哈哈哈 因為當時是覺得 好像很多計算的東西 然後數字又不是那麼敏感 然後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真的很適合這一課 好像不太適合這一課 但是也有一個圍 就是令自己有點卻步 以前對地盤的印象就是很骯髒 不安全 因為我爸爸以前是做紮鐵的 那也是在地盤做事 我踢著拖或踢著白飯魚下去 然後就做事開工 然後又可能會慘到釘 解到鐵 那麼不安全的環境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那時候回到學的時候 很開心 其實學院那裡也有提供到一些實習的經驗給我們 就有一個月 我就下了地盤去試一下 自己是否適合這份工作 其實下了去之後 我又覺得沒問題 原來一個女生下了去 其實也不是很差的 廁所是乾淨的 有洗澡的 有冷氣的 整個感覺是 我對地盤的印象是 360度大翻轉 令到我在那時候決定轉行的時候 那個猶豫感是低了很多 我媽媽也很擔心 因為那時候經常見到爸爸回來 又有執心傷勢 女兒下去會不會有執心傷勢 整個江湖大佬一樣 整個江湖大佬一樣 然後其實真的用行動去證明 因為賺錢嘛 有哪個爸爸媽媽不給 當然是你下去工作 但你自己小心 其實這六年入面 我都圓好無缺地回家 所以他們都很放心 一開始其實都有猶豫過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不太好 感覺上以為要經常出地盤 入雨淋或地盤的環境 會很影響 後來因為我份工作 其實現在都留在辦公室 我覺得沒有什麼後悔或猶豫的空間 多數猶豫那些都是家人 一開始對我的行業不太了解 他們都會覺得 女生是否不應該做工程呢 反而是否應該做一些文員的工作 會比較好呢 慢慢我跟她說回我的行業是甚麼 他們就開始了解到 質疑的聲音都少了 大學我是讀 Electronic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簡稱Ee 其實整個大學的過程 我都不太知道在讀甚麼 所以我畢業出來 我嚇到決心我死都不會做這行業 所以我就問問朋友 有甚麼可以讀 有甚麼好做 朋友就跟我說 有個以前中學同學生做測量 好像挺好 然後我就約他出來 問他的意見 然後了解一下 好像也OK 然後又有個教練可以讀的 所以我就去讀教練 然後就入學了 最反對的就是家人 因為他覺得 為甚麼你又要再讀書 然後又要讀一個不同的東西 又要再給錢讀一個教練 為甚麼呢 媽媽會完全是這樣想的 但我那時候也沒有理會他 又跟他們說 這行前景都OK 人工都OK 其實下了地盤做 或者在建造業做事 其實令到我最深刻的是 以前經常被人罵到哭的畫面 因為剛入行的時候 就不是很適應 行業內的一些用語 其實剛才也說了 其實大家都真的粗聲粗氣 在大家對地盤的人士 有一個偏見的見解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的 只是我入了行的時候 我被他融化了 那時候會覺得 你粗聲粗氣地對我 其實你是否不喜歡看到我 或者是對我的一些看法 其實你是不想的 我也很努力地這樣做 都被人這樣對待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不開心 然後就有一年 他真的不停地在哭 因為覺得自己頂不住 那個情緒壓力 還有會不會都不適合我 慢慢慢慢嘗試理解 去消化他們說的東西 可能外面的人 會跟你說很多東西 都很大個圈 才跟你說重念 因為他怕你接受不了 或者怕你不肯幫他做 但是工程界的人是不會的 他是會直接說 做還是不做 你要這樣做 而且你要聽我這樣做 因為他們其實是有經驗的人 去到開始慢慢發現 原來可以消化到 他們情緒背後想帶出的東西 你這個人又沒有那麼辛苦 所以我就活到現在了 一開始一年 我做BIM的模特兒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也有說 經常要OTO到八、九點 那時候我住在張國澳 工作的地方是在荔枝閣 在這段路裡 其實整個小時車程 再加上我走到地盤 都要整整三十分鐘 在這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裡 我做到十點、十一點的時間 我邊走就會邊發覺 為何自己剛剛一畢業 就要熬得那麼辛苦 為何要做到十一、二點 為何我要走整個半小時回家 不知有何要走的時候 就會不停地哭 那一刻也挺脆弱的 後來再跟管理員聊 管理員也有輔導一下我 其實就會放鬆了 也覺得東亞不打打西架 之後就拿池去旅行 我遇到一個不太好的上司 就是經常罵人 應該說他經常不做事 然後就在我旁邊 黑眼睡 然後就甚麼都給我做 偶爾在後面走過 又刮我的頭 問我做完了嗎 然後他就搞到我要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說我有情緒病 然後我都沒有想到 因為上司的威力太大了 最後我就跟了我的AD 即是導演反映這件事 他就調了我去另一個位 遠離去 之後就好一點了 入了這一行之後 最令我意想不到的 就是我入了一個建造業界的女團 叫Dream Girls 進去之後是多了很多人認識我們 因為本來如果你在地盤裏面 認識的就是一個地盤的人 而現在我正在認識的是整個建造業的人 就算我沒有去過那個地盤 做沒有去過那個公司做都好 都認識到那個的人 有了別人都會認識我 那個感覺是很微妙 還有有機會可以跟廣大的市民 香港的市民 去說一下原來女生在工程界裏面 都可以做到事的 還有很多女生在工程界裏面做事的 即是宣揚這個信息出去 其實是令到我覺得 原來我也有一份 在這個行業裡面建立了一份 使命感和歸屬感 因為我們的行業其實就有 CIC的一些加許例 我也很榮幸在2022年 得到建造業議會的一個BIM的Award 其次就很開心 都被邀請了在2022年的CIC Expo裏面 做一個Sharing 分享我們女生在建築界裏面的一些 感受和分享我的工作 你由平面圖紙起動一個3D model 到現實中 看到那幢建築其實都挺震撼 而且都挺自豪 因為我會很開心跟家人說 這個我有份幫忙表達 還有我記得有一單項項目 是滑迪士尼納 其實就很早已經知道裡面的結構 我玩的時候其實都會很開心 可以跟朋友分享 我知道這裡有一個秘密的地方 我覺得最意想不到的收穫是我老公 因為QS即是工料策略 這個職業才會找我老公出來 大家聊一下 了解一下他讀的程式是怎樣 然後怎樣入行 然後聊聊一下 聊了其他事情 給我選擇多一次的話 我都會繼續在建築業發展 因為真的人工很可管 你可以這樣說 始終他會比外面的更好 還有做完一個地盤 看到他起上來出來的滿足感是很大的 我覺得在建築業做一些人 很多都很友善 我也覺得不會說很勢利 大家都可以做到朋友 然後再加上前景也真的不錯 看著棟樓起 其實真的會有一點滿足感 原來你有改變過這項項目的 會呀 我一定會在建築業內發展 除了金錢客觀之外 建築業其實是一個門檻比較低的行業 但其實它的發展和創造的空間很大 只要我們的心態保持到 熱愛你的工作 其實你做什麼行業 都可以發揮到自己的小預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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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